柔情似水 这个作品呢也是一个组合 两个圆盆露出水面 同时呢用这个橘黄色的百合 把颜色调亮 用的叶片呢颜色也比较柔和 因为没有木本的材料 所以整体显得就比较小巧一些 使得感觉比较重 制扎哈 这个作品呢是为了纪念 刚去世的女性建筑师 她的创意非常的大胆 也热情奔放 所以我们看她的造型呢 就采用这种钢草的扭曲 完成这样的造型 然后这边呢也是蓝叶 进行扭曲达到这样的造型 所以整体的造型呢比较现代 底下呢是用白色的高角的一个花盆 用的花材呢是白色的马蹄莲 和白色的菊花 比较自由奔放 然后现代感非常强 君子之交 这个作品呢我们可以看到 也是东方的味道比较重一些 她采用了竹子 刚才我们介绍过竹子的保鲜不是很好 所以她把叶子的都已经处理掉了 用三根竹竹竿来造型 底下呢就是三只粉色的非洲菊 也调亮颜色 下面呢用了两只剑蓝 伸出来 实际上就是交叉左右的结构 还加了一只木本的材料 造型就比较漂亮 另外点缀一点白色的小花 那么左右两组呢中间还通过两个蓝叶 给它串起来 像一个桥梁 或者像一个交叉的结构一样的 整体的造型比较简单 比较东方的味道 万福 这个作品呢就完全是中国古典的味道 用的是土栏布 然后这是防古典的酒具 还有呢这个这实际上是饭碗 上面呢画的是中国的福字 所以称为万福 那以为的花材呢是中国味道比较重的 这个勺药 然后还有呢橘子的枝条 其他的就比较简单的花 然后像这个呢也是日常用具 但颜色呢就是大红色 还包括这个葫芦 中国味道就是中国的意思 中国祝福的意思 还有这个呢是这个酒壶 橙酒的壶 整个这个造型呢 当然我们可以围观它 但因为放在中间 所以呢可以四边观看 因此呢这个插花呢就稍微有点变化 这个平花按说一般的平花呢 就一面观赏的 这个可能是四面观赏 四面看起来都差不多 然后如果你围着它走一圈的话呢 四面的那个景象呢也不太一样 所以稍微有点变化 那总体的味道呢 是中国比较古典的这个印象 表达自己的一种情感和祝福 后生态 这支作品呢 实际上是朱立宏 他是医学博士 他的作品呢代表的意思 我们可以看到都是绿色的 花旗呢 这个是白色的 上面用的是这个松枝 小松枝 然后两朵 勺药 底下那个呢也是松枝和勺药 所以颜色非常的简单 用绿色表示它厚生态嘛 希望干净 纯净 然后第二个呢 看到呢用三组玻璃瓶 也是非常的通透感 非常强 而且玻璃瓶下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放了很多小石头 白色的小石头 也是非常干净 洁净的那种感觉 而且呢 可以看到这个枝条呢 非常漂亮 简洁都露出来了 底下用个白色的拖 给它搭配起来 上面就是很简单的绿叶 绿色的线条 绿叶和绿色的线条 所以绿色是这个作品的主题 它称之为后线带 然后这个呢也是 这实际上是养殖的一个植物 根非常漂亮 而且它很干净 可以看到它养殖的时候呢 经常去清洗 只有看到根系非常发达 但是呢颜色非常漂亮 里面也放了几个石头 如果从插花的角度来说呢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盆景 但是呢 它里面插了两只花 一朵花 两朵花 把颜色调亮一下 所以整体的感觉呢 都是非常的干净和透明 白色 透明的玻璃瓶 透明的花瓶 然后把根系全都露出来 它成为后生态 希望我们整个的世界和环境呢 非常的干净和整洁 莲 这个作品的创意 源自于这个小莲叶 我们可以看到呢 它实际上是一个莲子 然后在室内呢 把它培育 然后长出来这个小荷叶 荷叶浮在水面上 所以因为有这个莲 所以创造成这样一个作品 上面加了两只莲花 就是千千花莲花 然后底下呢 因为要搭配起来 所以底下呢 为了固定 放了两个小瓶 放了两个小茶杯 还有茶盖 这样的话呢 可以把那个莲的那个根呢 给它拉下来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这个莲子和莲 那个金叶 在水中的那个景象 当然这也是 给大家一个意象 就是保护我们的环境 所以整个的生态呢 比较平和 然后整个环境呢 比较干净 同时呢 为了搭配呢 这边还放了一组茶具 这个茶具的开始的创意 实际上源自于 我需要一个茶杯 放在水里面 把这个莲液呢 把它拉下去 所以正好呢 把另外的茶杯和茶具呢 放在外面 我们可以看到呢 外面插了一只约尾花 它正好是紫颜色 和这个紫莲花呢 颜色上是协调搭配的 同时它的造型呢 也非常简单 跟莲花一样的 出于泥而不染 同时呢 这个一个是水里头 一个是水外面 青池的茶杯 外面有 水里面也有 所以这也是一个呼应 同时呢 还意味着 虚拟和现实的一个对比 另外呢 我们看水里面 有两条小鱼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比较生态和环保的 一个主题 非常的干净 简洁 《那些年》 这个作品呢 是大师同学的创作的 很显然 它是回顾自己 大一大二大三 觉得自己很年轻的时候 那个状态 比较青色的 比较青色 还有一个小球 比较活泼的 同时呢 底下用一个竹片 给它搭了一个架子 那么这 旁边这个呢 显然是比较高挑的 对未来的一个展望 颜色也是比较 比较青春 比较亮丽 色彩呢 比较协调 整体感觉呢 还是比较青春活泼的 年轻的意味 这个作品称为 《梦回红楼》 它的创意来源于 《红楼梦》的人物色彩意象 《红楼梦》里面 我们知道 贾宝玉 大红色 大红大驴 然后 西宝采是白色 白色的牡丹花 当然今天没有牡丹花 用的是白色的蝴蝶兰 白色的菊花 还有白色的玫瑰 整体都是白色的 那这个呢 是林黛玉的意象 就紫色的 比较下垂感 线条感比较重一些 还有两朵花 放在桌面上 代表林黛玉赏花 那个 葬花的那个意味 所以这个 基本上是按色彩来造型 但是造型本身呢 相对比较简单 因为 限于时间啊 还有这个固定的方式 采用了几个三个桃盆 形状也不一样 代表三个人物的意象 所以是 基本上造型比较简单 主要是从色彩的角度来 来进行创意 所以它的主题叫 梦回红楼 好 我们看 这是一个环保的花篮 实际上是一个纸盒 做成一个花篮的形状 然后当然可以提起来走的 这样可以提起来走的 然后它的造型呢 稍微跟花篮比起来呢 稍微有点变化 就是用 表现这个 蝴蝶兰下垂的那个姿态 下面加了一点绿叶 然后加了一朵玫瑰花 还有一个彩带 装饰起来 所以这是比较现代感 比较西式的一种造型 比较简洁 美美三人形 你看一个大盆 两个小盆 实际上是三个同学的一个组合 但因为有这样的花气 那么就组合起来 怎么样进行造型呢 把它们有一个相关性 所以他们找了一个 枯枝 像这样枯枝 给它串起来 就变成一组作品 然后其他的造型呢 就相对简单 都是玫瑰花 不同的颜色 一个是香槟色 一个是橘黄色 一个是大红色 其他呢 用点白花 给它搭配起来 高丁有点不一样 就行了 非常自由的组合 瓶子交相曲 这组作品呢 我们看它的意思就是 全都是用的饮料瓶 当然是废物利用了 饮料瓶的颜色呢 是绿色的 所以搭配的颜色呢 是用的红掌 叫红颜色的 八掌大小 然后造型也非常简单 比较现代感比较强 这种就是完全要靠创意 包括这个 这只的叶子呢 放在地上 包括这个瓶子呢 是倒下来的 如果完全是一排 那就没什么意思了 所以有一个瓶子呢 给它倒下来 刚才还有一个同学问我 说这个瓶子是不是倒了 所以这个实际上 是一个专门的设计 包括这只花和瓶子 都是专门的设计 如果没有这一组 那其他的意思 也没有什么意思 那当然如果把这个瓶子里面 插了很多花 瓶子看不出来了 所以也没有什么意味 所以这个完全是 自由的创作和自由的造型 现代感比较强 插花展览 是一个大家学习 交流和分享的 一个集中的体现 大家通过几个月的学习呢 把自己的心得体会 通过这种方式 能够呈现出来 当然这里面呢 有自己的创意 也有大家的交流 还有呢 根据花钱的情况呢 进行创意和总结 所以这种活动呢 得到大家插花爱好者的 广泛的喜爱 也欢迎大家呢 前来观摩 通过这样的展览呢 大家可以提高自己的记忆 同时呢 也结交朋友 进行分享和创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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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